我重生了 第一时间就是远离曾经的孝花妻子 本以为就此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可慢慢的 孝花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正常 直到有一天 我跟社团的一位师妹聊得正欢事 本该跟我没交集的孝花却沉着脸出现 她气鼓鼓地盯着我说 这女的年纪比你孙女还小 你也下得去手吗 早上7点20分 我结束了晨跑 宿舍里其余三人都已经起来 因为今天有早八的课 李涛算了算时间 震惊地说道 一哥 你这是看上哪个女生啊 晨跑居然坚持了两个月了 这可不 原本我是宿舍最喜欢睡懒觉的人 两个月前突然变得格外积极 每天早上起来晨跑 惊待了宿舍里其余三人 我拿起衣服准备洗个澡在上课 跑一下步 人精神 不是我不小帅 而是我20岁的身体 其实住着一个78岁的灵魂 就连生物中都随了救世习惯 6点左右就自然醒来 于是便决定去晨跑了 谁能想到两个月前 我明明还是个78岁的老头 嫁鹤而归后 一觉醒来竟又回到20岁了 最开始 我晚上也困得特别走 导致晚上有课的时候 我基本听不进去 好在后来慢慢改变 不过早起的情况依旧没变 但这也没什么不好 7点40 我们宿舍四人到宿舍楼下的 第一食堂吃早餐 我正喝着粥呢 李涛突然用手肘撞我一下 害我差点把粥送进鱼口 一哥看 你的女神也在买早餐 李涛压低声音跟我说 闻声 我们三个的视线齐刷刷 沿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 整齐程度堪比当年的军训 是许馨 身上的白色卫衣没有多余的点缀 蓝色牛仔裤衬的 她的双腿比直又修长 本来就长着一副 令人艳羡的美女模样 加上身材比例极佳 简单的打扮在她身上 都显得格外有吸引力 她戴着耳机慢悠悠地排着队 单手拿着手机滑拉 像是在查看什么信息 左手还拿着一瓶牛奶 时不时吸上一口 我抿了敏唇收回视线 忍不住更正里涛的话 已经不是我的女生了 我现在看她就跟看孙女一样 徐承震惊 毕哥你怎么骂人 我茫然 没有啊 我去世的时候 我和许馨的孙女年龄 都比她现在大了 而且由于她家强大的遗传基因 就连孙女都跟她有几分神似 所以现在看到20岁的许馨 我很难不联想到我的小孙女 没错 我和许馨是夫妻 商业联姻的那种 面和心不和 互相嫌弃了一辈子 也吵了一辈子 当然 我一直都吵不过她 就她这样的胜负欲 和重度女强人惋惜坏者 居然还能有老公 我也是佩服自己 唯一一次吵赢 大概就是我连自己都诅咒 说我会比她早死早解脱 平时对我的时候巧事如黄 那一刻 许馨却瞪圆了双眼半想不说话 最后气红了眼门声回房 她没有那么狠 不敢诅咒自己 结果一语成奸 我还真比她早死了 我跟许馨有一儿应 两个孙子一个孙女 都已经成年了 去世的时候 他们都守在我的病床前 除了许馨那没良心的 我好歹陪伴了她五十多载 我剩一口气了 她都不肯进病房 看我最后一眼 也不知道我死后 她过得怎么样 管她的 好与不好 我现在也管不着 刚重生回来那会儿 我也有去偷偷看过 二十岁的许馨 她自然是不认识我 擦肩而过时 看都不带看我一眼 虽然上辈子的 我暗恋了她整个大学时期 但我也成功做到了 让她丝毫不知道 我自己在 耸得让人无奈 卧槽 她看过来了 浮一下子被钉在了原地 整个人都僵住了 正正地看向我们这边 眼圈似乎还微微泛红 徐承说 我怎么感觉 她下一秒就会哭呢 对上她的目光 我的心难以抑制地 微微颤了一下 对于徐承说的话 虽然我也有同感 但是平白无故哭什么 何况还是学校大名人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她哭哭哭哭知道 陈正抽出一张纸巾币给徐承 自己又拿了一张 但我知道现在再不动身去教室 哭得就该是我 李涛怪叫一声 这该死的早八 我挪开视线 来不及细想 便也匆匆收拾东西 跟宿舍的人一 还好我是重生回了大学时期 因为多年管理家里公司的经验 早已刻在不坚 这让我对大学所学 专业知识变得尤人脸 如果是重生回高中时期 那应该就没有后面的故事 上完一二节的统地学 我们几个又紧赶着 跑去阶梯教室上毛盖格 选了出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 方便下课时 可以快速奔向饭堂 右边的窗户对着笑头 可以看到一排排叶子 已经泛黄的梧桐树 三个班一起的公共课 零打零的教室里 依旧是稀稀拉拉的做不门人 李涛像是这才想起了 我们在食堂的话题 又凑到我身边问我 你怎么就不喜欢许星了 听到他的问话 我才把视线从窗外的景色收回来 记得之前也是李涛问我 你喜欢许星什么 我可听说了 不少男生都被他拒骂了 当时我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挑了其中一个 简单又真实的原因 他好看 李涛当下噎了一下 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啊 我说不能当饭吃 但是很下饭 那现在我为什么不喜欢许星了 李涛追问 你觉得他不好看吗 那倒没有 虽然我跟他的夫妻关系不胜何心 但不得不承认 不管是哪个阶段的许星 他的长相都是很优越的 只是想起上辈子我们纠缠的一生 在我重新回到20岁去见许星时 我确实有在想 如果这辈子我们互不参与彼此的人生 双双会不会都能过得舒心点 我思考了几秒回答 他水泥风心 我及时止损 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白月光 没有什么念念不忘 更没有第三者 纯粹就是许星不谈情爱 心比金刚石还硬 比冰川还冷 敲不开 容不化 李涛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神他妈的水泥风心 上课零响了 有一波学生踩着零声进来 我不经意间抬眸望向门口 视野中 很容易能找到许星起长的身影 他的视线也在一排排座位上 略略扫 最后与我的目光相接 不过下一秒 他就被同行的室友 拉着网教室后方走去 我微微侧头去看他背影 只见他把室友的手松开 然后拿着课本的双手 缓缓向后背着 这种又年轻又老气的矛盾 是怎么回事 这姿势有那么一瞬间 我真觉得他是老许星浮身 台上老师已经开始受课 我回过头不再分身 一直到课间休息 我拿起保温杯打开盖子 吹了两下后 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 保温杯是我前段时间买的 还被宿舍的人调向 哪有大学生上脑都揣着保温杯的 余光撇到有人走到我的座位前 落下一片阴影 我抬眸 手一抖猛地灌了一大口热水 把我舌头都汤了 我努力克制住 想要把舌头伸出来散热的冲动 有点埋怨又带些疑惑地看向眼天人 不知道许星为什么要站在我面前 定定地看着我 上辈子我们整个大学时期都没有接触 舌头已经有点骂了 我开口问他 同学 有事吗 许星眼里似乎闪过一丝失落 但很快又延去 垂眸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放在我的课本上 你的饭卡掉了 我们学校的饭卡上 都是有个人信息和照片的 可能是我早上走得匆忙 不小心掉地上了都没发现 我向他道歉 但他并没有离去 似乎在等什么 我用眼神表达 同学 还有事吗 许星明明纯 最后默不作声地转身走了 哇擦 逆哥 看来你是真不喜欢他了 你刚才的态度好冷淡 脸部红心不跳的 完全不像是看到女神该有的反应 什么冷淡 我忍不住反驳 我刚刚明明很有礼貌在道歉 李涛 这特么是重点吗 我把饭卡收好 右手捂了五所心房 感受着手心奈快于寻常的心脏跳动 怎么可能真的做到毫无法 那是我年少就喜欢的人 又是我相伴了一辈子的人 即便回到了二十岁 可对我而言 我们只是分开了两个月而已 但我毕竟已经活了七十多年 又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 哪还能给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 看出我的真实情绪 以前如果不是我可以经过 许星常去的地方 除了公共课 基本上我是见不到她的 但现在没了那个心思 我反而好像更容易碰到她 早上我照常来到风雨操场 橡胶跑道上 已经有几个学生在晨跑 我把手上拎着的保温杯 放在老地方 却发现那里 已经有一个崭新的保温杯 真稀奇 老实说 要不是我三十岁之后 养成了带保温杯喝热水的习惯 二十岁这么青春的年纪 陪伴我的应该是饮料 而不是枸杞茶 胡思乱想了一小会 我带上蓝牙耳机 开始了今天的晨跑 才刚上跑道跑了没一圈 身边就闪过一道白色身影 我盯进一看 这背影不就是许昕吗 大学时候的 我不知道盯着她的背影 看过多少人 自然是不会认错的 但是她怎么会来跑步 虽然许昕也有晨跑的习惯 但事实上这个习惯 是婚后我们一起养成的 婚后不久 我爸妈曾在我们的房子 住过一段时间 天天抓着我俩早起去 跑步锻炼身体 一开始有点吃不消 后来反而同时爱上了跑步的胆子 所以等爸妈走后 我们也还是坚持去晨跑 当然她一向嫌弃我跑得快 我会嫌弃她速度太慢 一直到年纪大了跑不动了 才双双放弃了跑步 改成散步 一前一后 拉开两米距离 而现在 估计是她睡不着了一时兴起吧 我也没想太多 继续跑自己的 等跑完六圈了 我才微喘着气 离开跑到缓步走到 我放保温杯的 打开盖子等呼吸平稳 再喝完 另一个保温杯的主人也回来 我的视线从背身 那白皙修长的手指 一直移到正面上 我打量着她 开始注重养生时 她还喝了一声以示嘲笑 我只说 等你以后躺病床了 我给你直播蹦迪 她冷笑 你确定是蹦迪 而不是上跳下窜的茶 但第二天就看到 她新买的保温杯了 我忍不住嘴她 不是看不起 对方只是勾了勾唇 为了以后插你这只茶 这养生还是有点盼头的 我回想起往事 我就恨得牙痒痒的 一边懊悔自己一生的 战斗力都太弱 一边提着保温杯 绕了一下身体离开 一直走到宿舍楼下的 我才意识到点什么 绕了一下身体 刚刚好像是许心 往我这边走了两步 我固着想着自己的事 下意识就绕过她 然后离开了 啊这有啥关系 绕了就绕了呗 今天是周四 我们只有上午十点的两节课 下午全校都不会安排课程 是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时间 我大一的时候 只加入了一个手语协会 但去了几次之后兴趣不大 就没再坚持 所以这个时间 我一般都是在图书馆度过 李涛所在的摄影协会 这周组织去学校后面的 锦铭山小公园玩 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 我想着反正没事 就答应了一起去 去小公园最快捷的路径 就是翻过学校的后山 学校后山并不高 坡度也不动 有条蜿蜒曲折的小道通行 最后 大家决定从后山步行过去 当我在队伍里看到学生参加 后时 这才想起她也是摄影协会的干部 而且摄影技术很好 曾经 我在书房里曾经翻到过她的座位 但她没给我拍过照 李涛的体力不算好 我们从队伍的中间 渐渐落后到接近我们 李涛 你鞋带又散了 今天她穿的是新版鞋 但是鞋带似乎不太好放 已经松了两次了 烦死了 李涛皱着眉 怎么又松了 回去就把这鞋扔了 撒开 我教你我蹲了下来 手熟练而飞快地教她打了个火解 我之前也买过一款鞋子的鞋带 很容易松死 还是许昕不耐烦地教我 怎么打这种稳步的火解的 挺有用的 等我站起来时 发现许昕已经来到身旁 微微醋眉望着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周一同学 她开口叫我 方便加个微信吗 这句话 像极了当年我们相亲第一次见面结束 她像是旅行一无一般 连嘴角的弧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伪装 周先生 方便加个微信吗 只是神情与当初不大相同 谋底仿佛涌动着些我不太懂的情绪 不好意思 我笑了笑 不太方便 之后的活动时间许昕一直沉着脸 其他同学都不管靠近她 但对我来说 这表情我熟啊 过去五十多年没少见 我唯一想不通的是 她抽什么风会想到要我威胁 一一哥 你也来了 一道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 众人都已经自由活动 我看着那个熟悉 却多年没见的人向我走来 是李燕师妹 她比我和许昕小一级 跟我就读同一所高中 在学生会相识 后来又考上同一所大学 偶尔也会在校园碰见 工作之后 她爸的公司和许昕的公司有业务网 算是我和许昕联系比较多的共同好友 我笑着跟她打招呼 师妹好巧 跟我设友一起来的 我指了指 正在取景拍摄的李涛所在的方向 在那儿 李燕师妹点了点头 然后发出邀请 我缺个模特 你给我当一下呗 我想起了她一直未婚 钻石王老五的身份 稳稳拿捏的事 忍不住就调笑 师妹你不是缺个模特 你是缺个男朋友 可不要一直当单身狗啊 李燕师妹有点错了 话题怎么歪得那么厉害 张口想说点什么 却被我身后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 怎么 她年纪比你孙女都小 这你也吓得去手 李燕师妹 我猛地转过身 发现许欣不知道什么时候 跟只鬼似的出现在我身后 而最惊悚的是 她刚才说的什么鬼话 她沉着脸一把抓住我手腕 就往人扫的地方带 我没有挣脱 只能一边跟着她走一边 捋清目前的情况 难道我面前这个 还真的是老许欣 但是 我是因为死了才重回二十岁 她身体好好的 也死了吗 不可能就比我多活了两月吧 可如果不是老许欣 二十岁的许欣 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 OK 吕不清 不吕啊 走到一处无人的地方 许欣才放开我的手臂进口 毛底确实有着我所熟悉的反抗 周一你变态呀 一开口就说这句 你礼貌吗 李燕才二十一岁 你的大孙女都二十二 我瞪大了眼睛 卧槽 还真是老许欣那老太婆 不好好活着怎么也来着 而且她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我忍不住反驳 我才二十 许欣吃笑了一声 年龄二十 心态七十八了吧 许欣的嘴巴像上辈子那么讨厌 继续扒扒个不停 我说怎么对我不理不惨 明明这个时候应该喜欢我喜欢的钥匙 原来是腻了想换个人哈 等一下 我仗红了脸 声音也忍不住拔膏来掩盖自己的心虚 我什么时候喜欢你喜欢的钥匙 我没有吗 那我怎么在你的遗物里找到一个盒子 里面还有一张毕业时候 在镜头前的错位偷拍当成是跟我的合照 后面还写着喜欢我的第四年 我背对的无话可说 当年确实干过这样的傻事 本想着就是给自己无疾而终的暗恋留个敬言 当时得了疾病 那张照片我都来不及销毁就一直住院 后来觉得反正就算他看到这个秘密的时候 也肯定是在我去世以后 那也无所谓了 我又不用面对他 不怕被他嘲笑 谁会撂到人都死了后续搁置上眼了 真的是丢人 我稳了稳心许 努力克制自己的声音 少不更是 谁年轻的时候没瞎过呢 为了不让他揪着这个陈年往事不放 我主动转移话题 你怎么也跟我一样 你死了 出意外了 要命了 我们家的那群宝贝两个月就接连失去两个情愿 许欣听到我的问话 眼神有点闪烁 跟刚才一顿猛烈输出骨头 此刻安静的向之安存 我知道 他不想说的话 怎么强迫都没有 我皱着眉头又换了个问题 那你怎么知道是我 这个问题显然好回答多了 他轻蔑一笑 你的晨跑习惯 你的随身携带保温杯 你的绑携带方法 还有李燕这个傻白甜 这不都是你跟我结婚之后才有的吗 OK细节记得倒是挺清楚 那你什么时候来的 许欣回答 在食堂碰见你的前一晚 那天早上我就在查看你的课表 自那天起许欣出现的异常都在我脑海里一笑 不是没发现 只是当时怎么都联想不到 他也会跟我一样重回到这个时期 不得不说 真造念 可不就是造念吗 不是说只能我重生 许欣就不能重生 但是能不能安排他重生到别的阶段 总之别跟我撞一块 许欣要求我加他的微信 我果断拒绝了 他不能理解 坚持问为什么 我叹了口气 认真说道 许欣 难道你就没想过 既然我们重新开始了人生 我们可以做出跟上辈子不一样的选择吗 比如 选择不参与对方的生活 许欣文言身形易将 连表情也明智了 之前我们没有感情走在一起 结果吵了一辈子 显然我们都不是适合对方的伴侣 离开彼此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不是吗 我说完 对他轻轻汗手后准备离开 却在转身的瞬间被他扣出了手腕 掌心的温度通过相处的肌肤细细传来 我的手指微微蜷缩着 许欣看向我 牟底似乎晕着失忆 连语气都仿佛夹杂着委屈 可是你喜欢我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的喜欢 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只维持了四年 婚后 你一直都讨厌我 他声音低了下去 近乎喃喃自语 不喜欢了 就会变成讨厌 原来都是一样的 许欣缓缓松开了动作 我看着这样失神的他心脏处传来隐隐的刺痛 小象是被钉在了原地一样 无法动态 你走吧 他垂下肩膀仿佛 整个人都没了支撑 一直以来那么骄傲的人 此刻却颓然地让人心疼 我想张口解释 却又觉得说得越多 反而把关系搞得越乱 也许现在这样更能真正断了联系 定定站了片刻 我终于转身离开 此后挺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再见过雪星 他好像真的按我说的那样 不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那也 不至于连公共课都不上马 真是对挂科无所畏惧 我无奈 但也只能这样 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 时间悄然滑到年末 圣诞节那天 我们的城市迎来了出雪 雪花轻轻迎迎落下 配合着圣诞节的喜洋洋气氛 在这个夜晚 多了一丝特有的浪漫 我和室友从外面逛完回来 校道上已经附了一层浅浅的雪 上面有许多凌乱的脚印 我不禁回忆起婚后 有一年的冬天 积雪比现在还厚 我们两家人约了一起吃晚饭 因为酒店离家不远 我和许昕是走过去的 我酒量不太行 但当晚气氛太好 我没忍住贪了呗 等晚饭结束各自回家时 我已经站不稳 整个人都靠在许昕身上 我为了证明自己没罪 倔强地推开她说 要走直线给她看 没几步脚就晚了 许昕只能黑着脸扶我回家 那段路程其实不远 但我靠在她单薄的身上 反复把每一分每一秒 都拉长细皮 道路左边是琳琅的商货 霓虹灯闪烁着热闹非凡 右边是一盏又一盏 散发着暖光的路灯 安静地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 许昕扶着我 在积雪上留下一串串脚印 她的肩膀让我太安心了 我把脸贴在她暖暖的颈部上 有点昏昏欲睡 许昕撕了一声 周易 做个人吧 我辛苦扶你 你还拿点冰我 有什么东西落在我脸上化开 冰冰凉凉的 我抬头望向夜空 微微飘着雪花 我没有搭理她的话 只是出神地说道 许昕下雪了 所以下次能别喝酒了吗 你有几只脚可以玩 我嬉戏一笑 等会雪大了 你就变成小老太婆了 我也会变成老头子 也算是一起从年少走到年老了 许昕不屑道 就这段路 雪还没变大我就能走完 这女人是不是对浪漫过你 仔细想来 当初也算是如愿 我和许昕真的走到了白头 到达宿舍楼下时 发现围了一群人 李涛兴奋地拉着我们撒往人群里 想要走在吃瓜的第一线 我瞬间打了个机灵 心里腾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怎么就 忘了这茶室了 上辈子我经历过一次射死现场 就是在众目睽睽下 被童笑一个女生大张旗鼓的表白 对于两情相悦的人来说 那自然是感动至极的珍贵回忆 但是对于已经明确拒绝过对方的我来说 这种当众表白我只觉得非常难堪 甚至感觉有被冒犯到 他只是单方面感动了自己 却把我置于进退两难的地理 假如我不想违心去接受他 我务必要承受一部分人 站在制高点上对我进行道德绑架 人群中让出了一条道 我清晰地看到了 和上辈子一模一样的表白场景 对方用蜡烛摆了一个星星图案 捧着一束玫瑰站在正中央 他看见我出现后双眸一亮 我却忍不住想骂娘 那人快步走到我面前 开心地想要拉起我的手 我抗拒地皱着眉后退两步 他脸上笑容一顿 赶紧把怀里的玫瑰递给我 周一 我真的喜欢你 可以答应做男朋友吗 告白的话一出 身边已经开始有了起控声 社友看到我的神色便明白我的不愿意 赶紧帮我驱散围着的人群 瞎起吼什么 喊愿意喊得那么大声 你们去跟他在一起啊 女生的眼神里浮现一丝哀求 又不死心地喊着我的名字 周一 我正想开口严肃拒绝 手上却被一股温暖有力地包裹着 我扭过头 是穿着白色羽绒服的许心 此刻他没了别人眼中的清冷如高领之花 而是满目冰冷地死盯着跟我告白的女生 恨不得把对方撕了 滚 不准再烦她 女生也不服气地回到 你谁啊 凭什么让我滚 许心举着握着我的手 咬牙切齿地一字一句说道 这是我男朋友 我们有孩子 有孙子 完了 这颗明花受什么刺激精神不正常了吗 我浑身一震 全然忘了生气 只是惊恐地看着她 许心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什么 你真的老糊涂吗 都多大的人了你被一个小丫头气成这样 我两眼一黑 只想让这世界毁灭算了 连忙拉了拉许心的手 是意她别再语出惊人了 许心分了一个眼神给我 深深吸了一口气才缓缓补充 我是说以后会有的 许友眼神颇有深意地看向我 我猛摇头 我没有 我不是 你们不要乱想 也不知道许心受了什么刺激 那晚过后 她又开始频繁出现在我面前 微信加不上我 就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我的手机号码 时不时给我发短信 也不管我回不回 自己发得挺乐呵的 她也有我的课表 所以在她没课的时候 就喜欢跑来跟我一起上课 敢都敢不走 最后我索性就不管她了 随她怎么呢 反正时间久了 这位大少爷自讨没趣就会放弃 在许友日渐暧昧的眼神里 我所有的解释就跟放题一样 于是我也懒得再解释 这一纵容 就纵容了大半个月 我们结束了期末考试 开始放寒假回家过年 我们家都不在本时 回去要飞行两个半小时 再坐大巴半个小时 许心回家的路线跟我一样 于是又厚着脸皮跟我一路同行 我感受到了她与上辈子极大的变化 但不明白她现在这种 对我的过于严谱是出于什么原因 也许是对重生的这个世界 还没有归属感 觉得不安心 于是在大巴上 我被坐在我旁边位置的 她认真地说道 许心我们真的回来了 这不只是我的世界 也是你的世界 你应该去做你想做 该做的事 不必一直围着我断 气氛有片刻的沉寂 你还不懂吗 许心黑魔望向我 眼底有点苦恼又迷茫 我还要做得多明显 你才会知道 我不想跟你成为陌路 我不想我的人生没有你的参与 就算是跟上辈子一样一直吵闹 我也不想放你走 我从来不想跟一个人 建立情感上的羁绊 因为我还想继续听下去 这是第一次许心向我袒露自己 给我感觉自己 正在慢慢接近那个 躲在内心深处的她 然而下一瞬 我只听到一阵尖叫 然后是猛烈地晃动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什么事时 许心已经先一步扑过来报警了 大巴车身的倾斜 导致行李架上 大大小小的行李都纷纷掉了 有些砸到许心身上 我只听到一声闷哼 好不容易晃动终于停止 车厢里依旧一片嘈杂声 我睁开双眼 只见眼前一片黑暗 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 哭着喊许心的名 我知道她就在我身边 可我看不到她的情况就很害怕 手腕上好像被破碎的玻璃滑破 隐隐作痛 有些粘腻的液体 好一会儿 我才感受到身上人有了动静 像是隐忍着巨大疼痛温身安慰了 我没事 听到熟悉的声音 我的眼泪顺时数数掉个不停 我哑着声音问她 你怎么样了 你是不是受伤了 我还好 她微微喘着气 随后我感觉到发顶 落下一个轻柔动 别担心 我伸出手在黑暗中 想摸索她的脸 却在触碰到她的后脑勺时 掌心一片湿润 许心 我双手都在发颤 你流了好多血 车外传来很多杂音 隐约听到有人在试酒 好像是大巴在行驶过程中 突遇地面塌陷 大半个车身都陷了进去 我和许心坐在靠前排的位置 受影响比较大 你不闹 我就没那么疼了 她用一只手艰难地拥了拥我 仿佛用尽所有的力气来安慰 真的 所以不哭了 好不好 我死咬着夏淳拼命压抑自己的哭声 双手紧紧攥住她的衣服 她低声问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鼻子一直发酸 我怕嗓音出卖了我的情绪 想先缓缓再回答 许心没有听到我及时地回应 声音也焦急了起来 你受伤了吗 伤在哪里 她身体动了动想用手查看我整体的情况 却好像牵扯到什么痛楚一样 到抽一口气 我感受到她的不安 连忙沙哑出声 我没事 你不要乱动 我眼泪掉得更多了 我进了些哽咽 要是把你吓死了 我怕再没了同样的运气 还能找到你 在医院醒来的时候 我父母已经守在病床前了 基本只是擦伤和被破碎玻璃割伤 但都不算严重 已经包扎好了 经历过那么心惊的一幕 又见到了早已去世多年的父母 此刻这般真实地站在我面前 看到他们的刹那我鼻头一死 眼泪就冒出来了 爸爸妈妈安抚着我 乖儿子没事了 我想起了许心 便哑着嗓子问他们 许心呢 爸妈愣了一下 反问谁是许心 我这才反应过来 此刻的他们并不认识许心 于是只能着急忙慌的地 要下床找故事问 妈妈见了连忙扶着我 儿子你要上哪去 我积极地回应 跟我一起回来的女生 出事的时候她一直护着我 后来才从护士口中得知 许心被安排到了 另一个单元病房 跟我隔了五个病房 因为我本身的伤并不碍事 所以爸妈没有阻止我去管 只是跟在我后面照看着 我来到许心的病房门口时 护士正好给许心 我来看看她 许心的父亲看了看 我身上的病号服 恍然大悟 你跟星星都在那大巴车上 我点了点头 由于我是被许心护着 才没伤得那么早 我爸妈怀着感激 和许心的父亲攀谈起来 而我则在一旁守着许心 她伤得不轻 因为被重物数次砸到 除了一些擦伤 她的后脑少有外伤 肋骨也有两根骨折 送院后到现在都还没醒来 一直到第三天的凌晨 许心的父亲熬不住了回家歇息 专门请的护工也在一旁熟睡 我睡不着 又悄悄跑到许心的房间看她 没多久就见她悠悠转醒 病房里没有开灯 但外面路灯的光也能照进房间 带来些许光线 许心醒来后定定看了我几秒 然后露出一个微笑 眉眼间都是一出来的温柔 我松开原本握着她的手 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温水 喂她喝了 你感觉怎么样 她摇了摇头 表示没什么大碍 但还是笑着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你傻笑什么呢 许心嘴角微扬 声音里带着些干哑 但掩盖不住心中愉悦 没有哪一刻 比一醒来你就在我身边 更让我安心的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许心 对我说出这种类似于告白的话 一时间我竟觉得 自己真相的情窦初开的小孩子 不自主就羞红了脸 你刚去世那回 我就觉得 世界怎么那么安静啊 安静了 我好像什么都听不到 我震了一下 那是我并不知晓的事 我去世之后 许心一个人的生活 觉得生活也变得挺没意思的 整日一个人呆呆地坐着 看着你留下的东西 你听说过鸳鸯命吗 听说有鸳鸯命的夫妻 如果其中一方去世了 另一方也活不久 许心的手附上我的手背 发出一声轻笑 周易 我好像也是这样子 明明我的身体不错 可是两个月后 我就躺在你长睡的那一侧 跟着你去了 我吸了吸鼻子 脑海里全是年老的 许心孤身一人的寄疗背影 我撇过头 那你当初还不肯见我最后一面 许心露出一丝苦笑 我总觉得 只要我不见你 你就会气得不甘心 就这样离开 可是你还是丢下我了 我有点无奈 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 阎王要我三更死 我还能坚持到五更 确定自己重生 回到二十岁那一刻 我迫切想要找到你 可是当我第二天见到你 不管在食堂还是教室 你都没有任何特别的反应 我有点失落 你好像并没有跟我一样 回到二十岁 可是很快 我又察觉到你的一些举功 让我怀疑你是故意不认我 活动那天 本来我没打算那么快摊开说 但是我看到你跟我形容默默 跟别人说说笑笑 我的心里就像被什么堵着 闷得发慌 迫切想要撕开你的伪装 想要证明你跟我之间是有连结的 可是那天 我却跟他说 我们不要参与到对方的生活里 意识到这辈子的你不想跟我有交集 我是真的有想过那就如你随愿的 可是我 他顿了顿 我好像做不到跟以前一样不在乎 圣诞节那晚你被告白 我才终于想通 既然放不开你 那就只能努力抓紧你 意识到我一直默不作声 他轻轻晃了晃我的手指 我说了那么多 你好歹给我点反应 该给什么反应呢 要再喝点水吗 许昕气得瞪大了眼睛 就这 我弱弱的开口 反转太大 我还没捋明白 许昕叹了口气 周一 我一直不想去碰情情爱爱 更不想跟一个人产生情感上的羁绊 你知道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 我看过他们相爱的样子 也看过他们不爱之后互相怨爱的样子 那时我就觉得 人心是最善变的 什么时候爱的呢 什么时候不爱 都不可控 所以不碰情爱是最轻松的 也是最能规避痛苦的 商业联姻很好 不用付出真心 但我们彼此能让利益最大化 遇到你也很好 你对我表现出的讨厌 让我没有了负担 反而可以放心和你相处 甚至可以毫无顾虑 释放出我各种情绪 我们有了孩子 像你一样 后来孩子们都成家立业 也有了自己的下一代 我真的觉得自己这辈子 过得挺顺挺满意的 一切都如我所想的去发展 除了 他顿了好几秒 然后才重新开口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 你会先我一步离开 你在我身边生活对我来说 就像我需要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我一辈子跟你吵跟你们 可我真的 从未想过要跟你分开 我承认我不懂爱人 可是重来一次 我想好好学习 可以吗 说完后 许欣便不再出声了 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我 我知道她在等待我的答案 良久我才缓缓开口 那天你说 我对你的喜欢只维持了四名 其实不是的 许欣 我笑了笑 我爱你 爱了大半辈子 知道你对爱情的抵触 也明白如果我顺从自己的心意 明目张胆地对你好 每一次我不小心露出的关心 都会让敏感的你心生警惕 我想了很久 让你觉得我不爱你 似乎是让你感到最舒服的方式了 其实我们都一样 我把我的关心 藏在日复一日伪装的嫌弃 她把她的柔软 藏在每一次的虚张声势 我跟许欣有同样的感受 上辈子其实过得挺好的 相较于旁人 只看到她优秀但冰冷的一面 她向我展露过她的更多面 情绪丰满 那才是一个完整的许欣 我觉得自己虽然没有 进入到许欣的心 可是也没有别人 把我们的距离拉远 她还是为我生儿育女 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还是陪在她身边 直到生命的最后 我说的不再参与彼此的生活 是因为我觉得上辈子 我没能让你敞开心扉 也许这辈子没了我 你会遇到更合适的人 她会让你改变对爱情的看法 过得更加幸福 可是周易 许欣轻轻地开口 你已经改变了我 在尚未察觉的时候 在那漫长的陪伴岁月里 我闻言忍不住笑 没再跟她争执 行吧 人这一生啊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转眼间 我居然就这样 陪着许欣演了一辈子 我在爱里长大 深知爱是付出 是包容 是陪伴 许欣从小却爱 尚不懂得如何爱人 如今看来 当初的许欣 也不见得就爱得了解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先知 一个后觉 如果我真的没重生回二十岁 现在的我只是单纯的二十岁 你怎么办 许欣想也不想就会追 追到就是赚到 我嫌弃地皱起了眉头 你都七十八岁了 许欣反驳 那只是心态 心态懂吗 你可以理解为成熟稳重 我的实际年龄也就二十 很呸不是吗 我回忆起那天她喷我的内容 我呸 双标玩的贼溜 对了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到病房 看许欣的事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见到你爸 一下子没改口也喊了一声吧 当时后面还跟着我爸妈 之后他们看我的眼神 肯定是误会了 许欣听我说完笑了好半会 连胸口都笑得隐隐做痛了 才略略收脸 笑意盈盈地看向我 现在还算是误会吗 我愣了愣 几秒后轻身吻上她的额头 恨不算了 寒假只有一个月 回校后许欣又认真休养了三个多月 才算是彻底痊愈 宿舍的人见我跟她手牵手的 不经野余 当初还那么费劲解释 解释什么呀 所见其真相 行吧 不挣扎了 反正结果确实也没偏差 两年后大肆拍毕业照的时候 明明已经拍了很多合照 她硬是拉着我到当年 我偷拍她的同一地方 拍一张照片 不同的是我们位置互换 这次偷拍的人变成是她 那张拍立得背后 她写了一句话 春风时里不如你 像是跨越了时空的缝隙 穿过岁月的长河 对多年前那份 没有严明的喜欢 进行了一次 遥遥却热烈的回忆 执着的可爱 毕业照之后 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实习 因着我们有了上一辈子 那么多年的积累 我和许欣各自回到 自家公司便被围依中人 早说过了 这世上的早吧 她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我们两家的公司 都是九点半才上班 然而我跟她 都被家长规定 必须八点钟 真是一对苦命鸳鸯 许欣迈入22岁生日的第一天 天气很好 我们两个都在办公室间 默浴出门 去明证局领证 属实没有想过 许欣会那么心急 但经不住她的软磨硬炮 每两天就败下阵来 领证前我忍不住自我调侃 上辈子都没谈过 恋爱就结婚了 这辈子谈了一次恋爱 就结婚了 还都是跟同一个人 挺单调的 然后被许欣拖上床 狠狠教育了一番 重复问我 还单调吗 不单调 挺好的 感情简单 快乐就简单 从明证局出来 我们俩的手上 都做了一个红色的小本人 许欣让我把结婚证 都给她收着 真知重知地 放在了内侧拐败 许欣哼着哥开车 在一个红灯路口停了下来 你还记不记得 你之前说过 我们重新开始人生 可以做出 上辈子我们生了两个孩子 这辈子我们早结婚了四年 再生一个怎么样 这是什么脑回路 许欣兴致勃勃 你看咱俩基因那么好 不多生点多浪费呀 是不是 许欣 作为有为青年 我们要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生吧 又不是养不起 许欣 爱你 我飞红着脸转过头 看向窗外 嘴角却抑制不住地微微上扬 你爱你 从过去到现在 即为来